到汽车旅馆惨遭偷拍 现在变成了情色影片的男女主角了 新竹市有一名单身男子 他跟女友到汽车旅馆 结果回家之后 上网在情人设的成人的网站中 发现了女友成为了A片的男女主角 气得他当下就把影片烧成了光碟报警 而被影射的业者喊冤说 这清理客房时呢 一定会先用金属探测器来扫描 其实他们不知道到底是谁所为 希望被害人可以提供资料 帮忙抓人 付费看成人网站 这里面的激情动作 怎么看怎么熟悉 成姓男子边看边抓狂 主角就是他自己和女朋友 在汽车旅馆的画面 自己赶快下载影片到警察局办案 被影射的业者也很无奈说 有人偷拍 也有可能是客人自拍 但是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人要跟我主动联系 是需要敲诈 落手 这种滴滴声是每天掖着整理房间一定会使用的反偷拍侦测器 如果有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警方发现男女主角的脸部特征都看得很清楚 怀疑偷拍的针孔摄影机应该是装在床前的电视机上 我们就是很烟 而且最大的疑问就是说 那个影片的场景 到底是不是我们这里 警方提醒被害人 如果和另外一半去汽车旅馆 要留意环境有没有异常 而目前发现偷拍的网站IP位置 在美国达拉斯追查很困难